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的我们的DIV剩余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我们的主题呢或者是我们的挑战呢就是一个鲜花或者是一个花朵 适合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春天非常的棒 那么我们挑战的金额呢就是5欧,5欧元以下 这些都是我们在5欧买到的一些非常棒的一个小物件 我们先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带有花的这个春天非常多的可爱的小花的这个胶带 里面是有6米 看起来呢就像这边这样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宽胶带 可以给我们呢进行手工做手工的时候呢一个装饰非常的不错 这边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装饰 然后里面呢是有8个 8个这样的小的带有小花的一个装饰 可以把它贴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呀 贴在我们的贺卡上呀也是非常的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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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生日的卡片 然后这边呢或者是给它做成我们的婚礼上的一个贺卡 这边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小花小花树都在这边 也可以呢做成一个冰箱贴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挂件 这里面呢是八张 八张这种非常好看的卡纸 总共花了这里面是95分 欧分大概一欧都不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呢是一个3D的3D的贴纸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边是5D的贴纸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边的贴纸 这边也是一个3D形状的贴纸 也是非常漂亮 它是香日葵系列 最后呢是有一个这样的特别大的一个花盆 可以在里面呢种上大家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花 我是觉得它这个花盆呢特别的复古 也特别的好看 也可以作为一个这种礼物的一个包装 或者是一个礼物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盆 也非常不错 总的来说呢它这个花盆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在背面呢还有一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它是一个这种铁皮的铁皮这个小的花盆 现在我们有一个图案 我们来一个 Д这样的花盆 然后让我们几钱 完成了一个花盆 然后我们给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一样的做法 我可以做一个小的一样的 对它这么一个小的花盆 然后让我们做好看 我们接着头一样的花盆 这边是它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个餐巾纸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都是一个带有我们这个小花的一个系列 它是一个餐巾布 它非常的大 然后呢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桌子上的一个装饰 也是非常的不错 可以水洗可以熨烫 这是我最后一个购买到的一个小的小件 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水钻 在下面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梅花一样的一个水钻 买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5欧能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 可以买到非常多的一个材料 然后买回来的材料呢 其实也可以给它做成一个非常多的非常好看的一个装饰 然后我们这个布料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餐桌上进行一个装饰 或者呢可以用我们的布料呢去给它缝纫出来 或者是用我们的针线呢去给它做出来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小包 然后这个花盆呢也是非常棒 也可以把它做成我们的花盆 或者是做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收纳的一个盆 比如说做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收纳盆 里面呢放上我们所有买的这个化妆品 比如说我们的AEOS唇膏和我们的遮甲油 都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小盆里面 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盆里面呢 放上一些装饰的沙子 放了装饰的沙子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沙子里面插上一些人造的一个植物 或者是小花 或者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想要送的一些礼物 把它做成一个礼物的一个包装 或者呢也可以在上面插上我们的一些化妆的化妆粉 化妆笔呀或者是粉底呀之类的 这样的话呢也会非常方便于 你能够把它拿出来做成一个这种收纳的一个盒子 或者呢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写字桌上 做成一个笔筒 我们这边就可以给它做一个贺卡 选用的是一个绿色的A4纸卡纸 是一个绿色的 希望你能够喜欢 这些都是可以适合 所以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手工DIY制作的一些非常棒的一个小的材料 如果平时呢是有流心的话呢 可以用我们平时收藏到的东西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喜欢DIY或者是做手工的朋友呢 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会收集到非常多的一些小的一个材料 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